透过笔触的变化 艺术家蔡仁德 拼出明暗色彩与多层次对比的画面 艺术家蔡仁德 城市济世展览 即日期展出至10月23日 在高雄竹梅园艺文空间展出 从立体主义的概念出发 将街头建筑空间转化为创作的元素 不懂块面的色块 在画面中的堆叠与组合 我去年得到彰化 黄熙美展一个黄熙奖得了第一名 那我想把这个喜气跟运气 带到这个空间 那我那张得奖的题目是城市济世 所以我就延续沿用了这个城市济世的这个展题 也有展出我一张早期的比较具象的作品 因为我近期来都是一个抽象的创作元素 不同的心境来看我以前的作品 也是要有不一样的感触 多元的一个元素 那我是比较不在意说 是不是要有所谓的 他们说的风格 可以创作更多元的想象的一个作品的空间 我觉得不应该只是局限在某一个点 以块面堆积构成画面 透过物体的本质城市空间再照 用抽象符号跟色彩的表现去建构 描绘城市梳理的片段 不同的风貌 符号如游戏般堆叠组合的活泵跳跃 触动着画家内心叛逆的性格 史方新闻 中规文学检疫高雄采访报导 中规文学检疫高雄采访报导